以父亲的录影带荣获2019年台北美术奖首奖的艺术家杨登奇 目前在北美馆展出居家娱乐杨登奇的漫坡各展 展览以暗语量两种空间形式 支叠录像装置平面摄影作品 透过当代艺术的手法揭露家语性的对话 父亲的录影带其实就叫居家娱乐 那些录影带就叫居家娱乐 所以这一次的展览就叫居家娱乐 那同时他讨论的就是家庭跟性 那也是从我父亲的录影带我从里面的线索去 跟自己的生活跟自己周遭的人事物对应的一些方式 因为创作的过程中其实这件事 这个作品其实是同时很个人 但同时我又希望他可以与群众达到对话 所以我在过程中其实是会有很多的纠结跟自我的拉扯 那过程中可能也许有一些自己会迟疑的部分 但我还是觉得这就是作品的一部分 他就是在完成这件事情必须面对的那些反应 台北美术奖在2019年获得首奖的 杨登奇他的个展 当然他现在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登曼波 那我们知道从2019年到现在经历了将近快三年的时间 他把这段时间他整个作品的历练集合成了这一次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个展 那他的作品其实从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 还有从他自己的家族史出发 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非常具有私密性非常尖锐内容的批判 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从里面发现 这个作品其实回应了当代艺术其实常常在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怎么样去追求自由还有对于周遭事务的一个敏锐的见解跟分析 那我想台北美术奖很重要的就是在培养跟推动台湾年轻艺术家怎么样展现自我 并表现台湾艺术领域的一个多元性 那杨登奇的作品其实相当程度的也表现了台湾当代艺术的某一个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第一个他的作品是一个很复合多元的媒材 用了各种不一样的用录像用装置用摄影的方式去呈现 然后同时他也勇敢的面对自己去把他的感受把他的情绪 透过装置艺术的形式去表现出来 那我想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展览 相当程度的去更理解当代艺术怎么去看 现在年轻艺术家的想法 还有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 第一展间打造13间暗房装置 象征同志酒吧或三温暖内常见的隔间 邀请观者在有限的光源下运用身体及眼睛以外的感官 察觉展间内部的结构与环境 优维的展成也暗喻同志处在深贵不可见的现实境遇 第二展间亮室中央放置着作品 附写认同父亲的录影带中曾出现的床框 而亮室的两道墙面分别展示黑白及彩色摄影 透过暗语量私密与公众叙述性别自我认同 并扩颜至当代的酷儿群像 父亲的录影带其实当时2019年的时候 我应该是只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但是这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他的展演的方式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有违的状态 就是我可能说出来了好不容易 然后以及得到反应 那我从这个反应里面也去消化说 群众或是环境的想象是什么 那透过这个想象 我才又去感受到 原来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在跟群众对话 或者是跟我自己对话 然后他的脉络其实从一开始 是我自己发现父亲的录影带 看到在未成年的时候 那当时我自己没有办法消化 是透过一直到现在 透过生活透过时代的改变 透过我们环境的变化 我才知道说怎么样去跟自己的那个童年 或是那个青少年的我去做解构 然后跟我父亲开口 然后以及让他也加入我的对话 甚至加入环境的对话 那那个是比较是一个开关 那我并不是当时是不经意的看到了这个录影带 但这个展览居家娱乐是经过三次的不同对话方式之后 我这一次是比较像是 我自己主动要观看我父亲的作品 那那些录影带一直都在我手中 只是我没有找到一个状态 觉得我要看他们 甚至我一开始觉得这是我父亲的影师 但也当然是看完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父亲是在创作 那我就比较 比较 必须翻转自己的思路去观看说 那如果他这个是作品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样跟他去 聊这件事情 居家娱乐杨登奇登板婆个展 即日起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展出至2023年2月12日 期间将举办艺术家座谈 以及展览所延伸的主题派对舞会 乡亲可至北美馆官网 与脸书查看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